超级中锋没落了吗?又一超级中锋中产签约,继考神以每年530万的薪水签约勇士之后,魔兽不甘计莫迷你中产签约奇才,传统中锋真的没落了吗?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说的。 网友A表示,传统中锋现在是真的很难生存,一方面快攻打得快,体重大,跑得慢,回防跟不上,进攻也跟不上,导致被针对。 另一方面,在进攻端经常被小个单打,还是真防不住啊,除了像卡皇这样的中锋之外,其他中锋都很难防住后卫。 网友B表示,每次看到大中锋被担打,真是感慨要是有一个像姚明奥尼尔一样的大中锋就好了,摧毁这些小球。 网友C表示,还是这些中锋实力不够强啊,如果他们能像奥尼尔一样打爆所有人,没有人赶上小个阵容,会被打爆的。 其实小编觉得,这两个人主要或多或少的受一些伤病困扰,考神是因为伤病忍重,半年不能打球,而魔兽是因为更衣是环境不好,年龄比较大,加上传统中锋没落,导致了这两笔签约。 对于记考神以每年530万的薪水签约勇士之后,魔兽不甘寂寞迷你中产签约奇才,传统中锋真的没落了吗?你有什么看法?欢迎大家留言讨论,免则声明,文中图片引用至网络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